什么是谷歌关键字广告的关键字匹配类型呢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由wordpress花园为大家提供的谷歌关键字广告视频教程 我是主要人Jack 在节课中我跟大家讲个非常基础 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关键字匹配类型 那关键字匹配类型这个事情 如果说你不懂的话 那你很可能会损失好几千或者几万美金 为什么 因为很多新手在第一次投放谷歌关键字广告的时候呢 他并不懂这些类型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好 我们在讲这个支持之前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后台 这是我们谷歌关键字广告的后台 那么点击这个关键字 然后搜索广告关键字这地方 可以点击添加关键字 这时候呢你可以注意到下面 匹配类型有助于控制 哪些搜索可以触发广告 那么关键字呢就等于 他有宽泛匹配 就是他不带任何修饰符字的宽泛匹配 如果带两个点的话呢就是 持足匹配 如果带了一个这个括号 就是这个中文括号 这个括号的话是等于完全匹配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呢 在我们wordpress花园的官网上有篇文章 就是讲了这几种 而且他 呃还其实还包含很 就另外几种另外两种 我这里写的一共是五种嘛 他这里其实你看到只是 只是三种而已 因为他并没有把那个比较 复杂的地方给你看一下 他这个查看详情 那详情的话这里讲了 有这个广泛匹配修饰符啊 比如说要加个加号的这样子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是 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几种类型 ok 呃我尽量挑简单的 容易听得懂的东西来讲 那么第一个就是 广泛匹配 这个词什么是广泛匹配呢 就是 你直接输入 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比如说你要搜 男士的鞋子 就直接搜 男士就好了 不用这个是广泛匹配修饰符 先不讲这个 但是这样子的类型 比如说在我们这一个水冷器中 我们可以把air to air 或者water in the cooler 这个水冷器 这个是广泛匹配 但是 注意了千万不要设置这样子的匹配 因为这个是最垃圾最不好的匹配 为什么 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搜这个水冷器 我们的呃 希望的客户是要买水冷器的这样子的客户 比如说是这种类型的东西 但是呢如果说在谷歌上有人搜水的话 他也会触发我的广告 那这个就太太夸张了 太太不合时宜了对不对 因为什么是广泛匹配 就是你搜索这个词 他一定是他只要有一个是符合了你这个词中的一个词的话 他就会触发是非常不合理的好不好 所以呢对于广泛匹配我就劝大家不要做 那么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因为呃 我看一下广泛匹配 广泛匹配这方就不要做 就是直接 就是这里讲了 是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 那么广泛匹配修饰符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搜添加了 就是水冷气的地方直接添加一个加号 这样子 这样 那么这就会出现个什么情况 就是有人他搜索一句话 但是这句话中 如果说包含了水跟冷气这两个词 无论他们呃有距离有多远 是不是按顺序的话他都会触发 这样其实是稍微不错的 我这篇文章中讲到了这个 广泛匹配修饰符这地方 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男 我这里举的是男士鞋子的这样子 然后 如果说这匹配模式就是 只要包含鞋子跟男士 他都会触发 无论他的顺序是怎么样 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吧 对吧 那么什么是持足匹配呢 有的人他跟他 持足匹配跟那个广泛匹配修 广泛修饰符匹配有点不太理解 其实也很好说 在我们谷歌广泛匹配就是 这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看 举个例子 我们拿这个 来讲 持足匹配 它就是加个引号 就像我之前的课程一样 这个对于新手来讲 是比较安全的 也比较简单 就是呢 如果说访客在这个谷歌上搜索 包含这个持足的 而且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 要liquid to air 你的cooler 这个顺序 无论前面有什么 后面有什么话 他都会触发 像这个是不会 在乎顺序和这个间隔的 比如说这个water在后面 他也会触发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这里看一下 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男士的鞋子 好像男的来讲 以下的会被匹配上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出现男士鞋子 男士鞋子 男士鞋子 无论是前面 或者后面有带东西 但是如果他被拆开了 就不会被匹配上了 对不对 男士hiking shoes 就不可以了 因为他被拆开了 我们看谷歌是不是这样讲 持足匹配 该持足 或者其紧密变体形式的匹配内容 而且前后还有其他持足 持足 紧密变体形式包含 可能就有相同的含义持足都可以 但是那个其实 他硬要翻译 这个谷歌官方的翻译 并不是很好 所以必须要我这边 Jack这边来跟大家 那个仔细讲一讲 因为你光是看那个 你是看不懂的 我这里用 给大家就是比较清晰的讲解了 所以要多关注我们 wordpress花园 那么这个持足匹配跟广泛匹配 是我们这两个经常要用到的 最后一个 这里讲到了 关键字加引号是持足匹配 那加个括号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 拿这个来讲 WaterToAirInTheCooler 括号 这个就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对方一定要搜这个词 多一个不多 少个不少 他才会触发 比如说后面你加一些简单的字 什么加那个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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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的 他也是不会触发的 这就是完完全匹配 那你看这里讲了 其实这个图 那这里可以讲完匹配 与该持足完全或者说该持足最紧密的变体 且含义相同 变体也是负数的意思 如果以英语中文单数负数的意思 其实这个图讲到了 这几种匹配方式跟那个差别 那么广 广泛匹配最宽 然后提示到这个修士服广泛匹配 就带加号的 然后呢再到这个修士服广泛匹配 这个其实是这个 这个的话只是他加一个不加一个 这个其实有点难操作 然后到了这个呃 持足匹配最后到这个完全匹配 所以我们基本上用这个修士服匹配 和这个持足匹配会稍微多一点 对于一些常委 关键是你可以用这个完全匹配 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个啊 回到回到这里来 对于新手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懂 然后你一开始你也怕犯错误 啊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 就在这个他这地方 会基于你的这个产品跟服务 这里会 啊 点一点 这样子 我们看这边看这边 我再加一些词 那么这点词的话 啊 他这里已经加了很多了 其实呢 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做一个 持足匹配就ok了 这个其实他有点麻烦 就是他没有办法统一 一下子全部改完 这个我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他永远 永远不修改这个地方 你看 我这里简单 简单这样子啊 当然这个观念字你要注意 就是有些观念字 其实后面可能会需要删掉 因为他要么表现不好 要么呃 内部会有个竞争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保存 保存之后 他要 他要那个什么 呃 要审核 但是呢不纠结 这个让他审核就好了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这个 关键字匹配类型 好的 那 亲爱的 同学们 你学会了吗 如果没学会了 可以关注我们 Wordeper花园 或者看一下我们的Wordeper花园 的谷歌的这个 呃 广告代理服务 那么我们下节课继续 教大家如何来做 关键字 谷歌关键字 广告的这个优化跟投放